成语故事 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这个成语的意思是 战斗刚开始时势器最旺盛 现在比喻作势 要趁大家情绪高涨 镜头十足时 一下子做完 含有鼓力的意思 鼓 敲战鼓 坐 振坐 这个成语源自 左转 庄公十年 扶战 勇气也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 春秋时代 群雄争霸 战争不断 公元前684年的春天 强大的齐国出兵攻打弱小的鲁国 鲁庄公亲自带领军队前往长韶应战 到了长韶 双方摆开阵势 准备大战一场 齐军先声夺人 首先类想战鼓向鲁军发动进攻 鲁庄公正准备出兵迎战 谁知被主动请战 陪同而来的曹贵劝住了 说大王 时机未到 等会儿再说 齐军见鲁军毫无动静 不出来应战 便再一次泪想战鼓 摇齐呐喊起来 鲁庄公又想应战 但曹贵仍然要他按兵不动 齐军见鲁军还不出阵 便又一次泪起战鼓 向鲁军挑战 但曹贵还是叫鲁庄公命令军队坚守不战 齐军三次准备进攻 都不见鲁军应战 士气大减 十分疲惫 情绪顿时低落下去 认为鲁军不会再打了 大家纷纷坐下来歇息 队伍也开始松散开来 这时 曹贵当机立断 对鲁庄公说 进攻的时机到了 随着雨点般的战鼓响起 早就摩拳擦掌的鲁军将士奋勇出击 齐军没有来得及防备 顿时丢亏弃甲 四处溃逃 战斗胜利后 庄公问曹贵 刚才为什么要等齐军累了 三次进军的鼓后才能出击 曹贵回答说 打仗 最重要的是靠勇气 敲第一遍鼓时 士气最旺盛 第二次击鼓时 士兵的勇气已经减退 敲第三遍鼓时 勇气已经快没有了 这时 我军累股进攻 用士气旺盛的军队 去进攻松懈 疲乏的军队 那当然能取胜了 那是个人意义的军队 是个人意义的军队 成功的军队 这就是一个人意义的军队